大家好 我是毛毛 大家好 上海有句俗话叫 好吃到打耳光都不肯放 好吃都当你光 平凡 今天我们就来到这家 上海的传奇馄饨店 你光我能 我们来验证一下 是不是真的好吃到 打耳光都放不下来 我不信 那一会儿你来吃 我来打 这个东西可以在我心目中的 夜宵排行榜 直接跃升到前三 哇 相当不错 是有那种 打耳光都不放手的 这样的 那我们来试试 这是点赞过时吧 大家还是看夜店 我们今天在的这家店 是他们上海的 最原始的本店 其实他们本来是一个 路边的小滩头 伟章无罩经营的那种小滩 因为作为一个上海人 你一定听过耳光馄饨的名字 对 人家可能没有吃过 我其实自己也没有吃过 我在年轻的时候 刚来上海的时候 被朋友带来过耳光馄饨店 我猜是零熊猫 对 没错 零熊猫只要有人来上海多 再来吃零熊猫 关键是那天也是凌晨的时候 过来排队 排了一个小时 门口全是人 其实这家店背后人还挺多的 但是这条街呢 秒无人烟 秒无人烟还是秒无 差无人烟 哈哈哈哈 绝大提 你学会了吗 他们这个店看上去像是一个那种 街边的兰州拉面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们还挺久 大宁国际和浦江万达都开了 对 对 老板 所以招牌的是哪几个 最老款的就是 鸡菜鲜肉的 鸡菜鲜肉的是干拌的是干拌的是干拌的 它一共就三种混质 没种点的了 反正就三种 老款的就是鸡菜鲜肉 拌的加辣肉相当好吃 那这样吧 我们各五个一个糖再加一个 每分五个半是不的 对的 大猪排来一个好嘞 招牌 腊肉 加一个腊肉吧 耳光猪手是很有名的 猪手 还可以 来一个好嘞 来一个 跟我们两天可乐 可乐两天是吧 鸡栋是什么东西啊 鸡栋是云南野生菌菌 哦 菌菌 哦 这个东西 老板给了我们优惠 谢谢 100元 我们已经点好了 然后现在等老板做给我们 我们把他们每个的味道 都点了一个 现在是半夜快一点了嘛 然后他们那边 还在不断的剁魂 就很屌 对 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终于把我的作息 调成了朝九晚五 然后一天之内又要回到七点 为了请嘉宾来吃饭 真的不容易 同学们 你们看在毛毛这么辛苦的份上 给我点个赞吧 嘉宾都没收钱 很多明星都来过这边 比如说谢霆锋 比如说虎哥 比如说韩红 比如说王师傅 比如说王师傅 但是他们来的时候 应该是在路边摊的时候吧 根据坊间传闻啊 嗯 就是这家店因为它特别好吃 迪士尼邀请他入住了两次 但是他老板觉得 室内边因为成本高 所以品控没法保证 所以他又拒绝了 但是我怀疑 他知道这个坊间消息的真实性 因为如果是我 你让我吃我可得吃 今天他卖10块钱5个 他如果去迪士尼 可能就要卖40块钱5个了 他分迪士尼20块钱 他自己卖20块钱5个 他不是比这多挣一倍吗 有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我抱有怀疑 有这样一个坊间消息 从侧面说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老板是很注意这家店 他们食材的品控呢 你再说吧 不是这个吗 从侧面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家店真的很有名 迪士尼不会邀请王师傅去 站在那边站一开吧 原来你说的是第一层 我以为你在第三层 你不要老是想这么高的层级 谢谢 哦 我们小赛点了猪手 点了炸猪排 还有他们家的招牌腊肉 哦 酥烂程度还可以 你要吃哪一边 我要吃口皮 嗯 酸酸不错 啊 真的吗 猪蹄好不好吃 我只要一口就知道 3720分 好像在前台的时候 瘦银的 不知道是不是老板啊 不太有信心的样子 我还觉得很一般的 对 耳光猪手是很有名的 猪手还可以 但是它这个猪蹄叫做耳光猪蹄 嗯 就是把他们家的店名放进去了 是有那种打耳光都不放手的感觉的 啊 那我们来试试 上海人经常吃辣酱油和蘸炸猪排嘛 这炸猪排的水平算是 松粉偏上 外质很焦嫩 里面很软 甚至还有一点汁水 炸猪排可以打个 四分嘛 嗯 黑鸡的 好 谢谢 我之前被零星猪带来的时候 排了一个小时队 然后端上来了一盘 用麻酱拌的大馄饨 里面还是鸡菜馅的 这就是耳光馄饨的招牌中的招牌 对 你们知道对于一个南京人来说 我没吃过大馄饨 这样的吗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 卧槽 这个馄饨怎么这么大 我吃的都是 南京人没有吃过大馄饨吗 没有 我们吃的那种小馄饨 然后为什么上面是麻酱 馄饨不应该在汤里吗 然后关键里面还是鸡菜馅的 我不喜欢吃鸡菜馅 再过了多年后的今天 我仍然觉得这是一道黑暗料理 我来试一下它里面放的酱是啥 花生酱加醋 还是花生酱 花生酱加醋 哇 相当不错 它那馄饨的馅很好吃 这好弹啊 我心目中最好吃的 馄饨饺子类的东西是啥是这样的 关仔码头 打尖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的馅特别的多汁 然后这个馄饨也是这样的 它里面智菜和肉的配比非常均匀 因为智菜馄饨很容易 智菜的味道太过浓重 把它的肉的味道给夺掉了 但它这个就很均衡 来可乐门吧 这里的可乐的价格超乎你们想象 是我在所有的店里看到过最便宜的 出来超市 这个是他们现在最贵的虾仁 虾仁我觉得就不会难吃 看上去就吃到里面有很多的虾 这关键它好大一个 它不是一种能吃到一整只虾仁的馄饨 它是把虾仁和肉丝一起剁碎的 然后 这个好好吃 对 我发现了刚刚那个馄饨不是 不是馄饨不好吃 是我不爱吃季菜 这个是他们最新研发的鸡动军 你看黑色的就是那个酥 就不管里面的馅是什么 它这个麻酱配上它这个面皮本身就很好吃 他们的面皮 我用的血 这种咸水 我吃看起来远化 他们用的是咸水鸡 所以就特别厚特别有劲道 鸡动骨也好吃 他们三个肉馅的巧味方式是一样的 都是那种咸鲜的味道 但是它里面那个元素给它加了不同的味道 我这三个都很好吃 它比我一定吃的要好吃很多 来 一个赞就是一下 同学们 走过路过不要破过 助力每一个梦想 你起码得真的想打一下吗 我这个姿势我怎么给你打扰 我要给他给你打一圈 这还可以吧 甚至在最近拍了这么多广告以后 大家应该发现网络的演技还可以吧 豆瓣平分 8.6吧 我今天吃了几个了啊 我已经吃了9个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大馄饨可以吃9个 一般吃多少个 七八个差不多了吧 但我看它放在汤里面的馄饨会有什么区别 其实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吗 你别吃剂菜嘛 你吃虾仁式 就虽然说 馄饨还是那个馄饨 馅还是那个馅 但是它放在汤里的味道和放在麻将拌里面的味道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它放在汤馄饨里面的话 它的馅会吸满汤 汁水变得特别多 现在它的汁水都是汤 那么感觉不太一样 半馄饨 像是王师傅穿着埃姬队服 而汤馄饨像是王师傅穿着巴雷服 对 王师傅还是那个王师傅 但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的意思是汤馄饨更优雅一点 对 半馄饨更粗犷一点 目睹不知道他们家的馅真的很Q弹 咬下去之后它是弹的 我觉得是新鲜的原因 没有经过冷冻的馄饨就炖出来 就是非常的 最离谱的事情 随着我们吃的过程人越来越多 对 现在是凌晨2点钟 而且边上住的都是大哥 都很慌 慌啥 你坐我边上你慌啥 谁是大哥还不知道呢 我好想再吃一个 但是我觉得我好沉 就我很少进入这样的状态 这个就是美食的魅力 你们知道吗 就是真正好吃的食物 是不会因为你饱了 然后不想吃它的 对 因为它就真的很好吃 但是我现在自成 我今天加起来已经吃了12个 我实在吃不下来 因为这一个馄饨多大 你们的计算 这个东西可以在我心目中的夜宵排行榜 直接跃升到清三 哇 我们今天吃的这家 耳光馄饨店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来吃过 不管你是不是上海人 我都建议你一定要来尝一尝 这家是王师傅的必去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吃过 我现在有点后悔 但是我觉得今天吃了我不后悔 像这种九富盛民的这种 有很多虾气而编出来的故事的这种店 我一般都是带着一个强烈的逆反心理的 所以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 我就在挑毛病的你懂吗 但是我这期都在夸 这就是为什么它半夜的这个时候 店里人会越来越多 我们最近夜宵吃的越来越多了 夜宵只是夜生活的一部分 那这期点赞过时外 我们就带大家去看夜店 啊 所以我在直播的时候说了一个 我高中同学 最近一直一起玩嘛 然后他就是一直做夜店 在夜店里做什么 在夜店做老板 这是点赞过时吧 大家还是看夜店 好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就在关注王叔傅的小毛包的账号 还有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投币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今天晚上没吃饭 吃点开播 然后点了外卖 然后酒也不在 所以妹妹给我拿外卖 然后他就在门口 待了三个小时 冷掉了我就不想吃了 凉掉了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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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